大虾你还在水煮吗? 今天教你个新方法 煮出来的虾肉非常的鲜嫩 不腥也不柴 做法也很简单 下面跟随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斤新鲜的大虾 想要做出来的虾肉好吃 大虾必须要买新鲜的 最好是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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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步非常关键 用啤酒代替清水 这样煮出来的大虾肉质鲜嫩 不腥也不柴 最后盖上盖上盖上盖子 尽量剥一样的盖子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剥好后装入小碗中 切成小碗中 切好后装入小碗中 下面我们调个味儿 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香油 一勺白糖 一勺食盐 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大虾已经煮好了 煮的时间不用太长 要不然虾肉口感就变了 先把大虾摆入盘中 中间放上一个好看的碟子 再把提前调好的蘸料放进去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啤酒焖大虾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大虾 虾肉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不腥也不柴 QQ弹弹的特别的好吃 跟水煮大虾味道比确实不一样 用啤酒煮大虾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